Hello,欢迎来到Steve Living Steve生活 请记得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哦 今天这个视频会为大家讲解 Widwater Tab Handle Type手柄式围嘴水龙头 来,我们来复习一下 这是手柄式围嘴水龙头 通常都是用于洗衣间跟汽车门朗carpush 一般上都会安装于墙壁上 所以今天这个视频会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讲解水龙头的每一个零件跟它的用处 然后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对水龙头拆解跟组装 让大家对水龙头有更深一层的了解 OK,话不多说 首先我把水龙头法盖转开 然后呢你会看到水龙头法WARF 接着握着手柄然后往下转开 这是为了要把WARF从水龙头主体拆除 这个就是WARF 它是用来控制水流的大小 你可以看到它是连接于水龙头把柄 所以WARF的开关呢是由水龙头把柄所控制的 当我们要关上水龙头时 WARF也会被这关上 这样水就无法流出 当我们打开水龙头时WARF也会被转开 也让水流出 水龙头一般上的问题呢 都是WARF无法操作 导致水的流量减少或无法流出 如果WARF出了问题 就可以到Mr.DIY 太幻或邻近的五金店购买 到时候会有一个关于WARF的短片 为大家解说有关于WARF的问题跟如何修理 接下来呢 我会拆解水龙头过滤器Tap Filter 只要转开Tap Filter 就可以从水龙头喷口拆除 白色的部分呢 就是过滤器 负责去除水中的污染物 除此之外呢 黑色的部分就是水龙头橡胶电卷Tap Rubble Washer 它是用来确保水 不会从水龙头过滤器和水龙头喷口之间流出 最后就是水龙头主体 这里是水源流进的入口 水龙头主体呢 是由黄铜所制造的 它是镀上一层阁 英文叫做Chrome Plating 镀上一层阁的目的呢 是为了防止黄铜生锈 还可以让水龙头显得更美观和亮丽 这个是安装WARF的部分 你可以看得到黄色的部分就是黄铜 接着呢 就是它的水龙头喷口 就是水流出的地方 好的 水龙头已经拆解完毕 接下来的片段呢 就是把水龙头完整的组装回去 水龙头发费 放进入水龙头 水龙头 攻击 放进入水龙头 可以 让水龙头发费 打水龙头 垂糖 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还会有更多的视频跟大家分享 请关注我们的YouTube频道哦 最后请记得按赞 分享和subscribe我们的YouTube频道 谢谢